大家好 欢迎收听港理台的鹿水青山 我是B军林敬芳 还有A军在这里 大家好 录音的时间是1月11日晚上11点 出街的时间是1月12日 那就麻烦大家分享留言赞好 还有按旁边的铃铃 我们真是又要再三讲一次 我们真是被Youtube打打得很惨 要讲些什么呢 先讲香岛那帮黄人 继续向我们的小朋友洗脑 之后就要讲这个 赤子大国的遍地开花 最后就要讲冲心菜蕩的事件 首先就讲讲香岛那边 就有一个港野司治疗的总工会 记住香岛原来这些港野司 最少有两个会 一个就是协会 一个就是总工会 协会那个就圆门正宗 为什么会说圆门正宗呢 他们出现的时间就比较久 也有很多事情都是会员进去看 你看到他 他第一个首页 已经是讲的那些公益事务 如何在他专业那里去做事 例如公益事务 就会讲老人家的吞烟困难等等 那些东西就很关注社会的 我这个讲的就是香港的 言语治疗师协会 但是最近又有第二个会 出来了 名字抄到十足十 就叫做 香岛港野治疗师总工会 哇这一个就恐怖了 就是刚才B君所说的 是黄人成立的一个组织 这个总工会 是职工的记录来的 简单点 这是一个工会 什么时候开始成立呢 哎呀就是黑暴事件最严重那段时候 19年11月29日行献成立 19年12月12日开会员大会 以不记名的方式 就是选了第一届的理事会 一打开网页 我只是看到黑色和白色 还有少少黄色 又黑又黄 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了 接着再看他们的活动 竟然完全没有跟这个工作有关系 所说的就是今次我们讲的主要题目 就是去骗小孩 如何骗小孩 他们出了几本 主要是用 讲故事 说羊仔被狼欺的方式 暗喻黑暴事件 竟然把杀人放火 我周街商人的称为羊 其他那些呢 就叫做狼了 那当然了 这个等于社交媒体的video 和他们再出 第一次出的那些 绘本就是漫画 当然了 就已经等了上网了 这样去看 那可以说呢 他们是用一些 soft selling的手法 去困我们一些 不是很分得到 成人世界 现实生活 那些小朋友 去看他们的那些文书 从而去困他们 成为一后一暴徒 这些人呢 就是扭曲这个历史 扭曲这些事实 还有最坏的就是 用这个所谓的专业 他们说自己是 治愿治疗师来的嘛 就要教小孩说话 竟然在那里 通过这些行径 去教坏小孩 这些就叫洗脑咯 所以呢 希望大家 看见 记住分开两个的会 那如果是圆门正宗的 就是协会 一进去 你就很自然看到了 因为呢 一看过去 其实呢 你会见到 色彩斑难 五彩缤分 还有呢 会说回 业界的一些 对公共那方面的一些贡献 例如他们的活动 是怎么样 去帮一些人去 例如老人家 刚才说的吞烟 小孩 去改进他们那些 语言的问题 这样 一开始说中风病人 如何处理等等 很多呢 都是为了 建设香港 而会做的事 而另外那边呢 那边总工会呢 一看过去 只有三个色 黑 白 黄 而所有的议题 全部都是 跟你说 什么争取什么鬼啊 等等等等 用一个工会的形式 去搞他们的政治 和更加令人发指的 现在是在那里 骗小孩啊 所以大家呢 就要看着这些东西 那 A军看完这些东西之后呢 那当然非常之气愤 用这些方法去骗小孩 但是呢 大家最小心了 其实呢 很多时候 既然这一件事出了来之后呢 可能背后啊 那些的production house 已经掌握了类似的方法 可能翌日呢 就会有其他不同的工会啊 就是19年他们啦 19年的时候 他们为了要搞这个2020年的选举 接着搞多了很多工会呢 而成立出来的组织 那可能呢 就会用不同工会的名义呢 去等一些卡通片上去 务求去洗我们呢 小孩子的学生的脑子啊 那这里呢 大家都要小心了 虽然呢 我们AB军呢 就整天就在这里说呢 时事啊 政治啊 等等那些东西 其实呢 我们都想搞这些东西很久 但是内涵真的呢 资源十分之有限了 那所以在这里呢 也都希望呢 如果我们蓝营的有心人呢 是看到啊 或者听到我们这个视频呢 那也都希望呢 就做一些积极一点 例如呢 可以帮助我们的蓝营 可以做一些类似的片段呢 给那些小孩子去看看啊 不要让他们承虚而入啊 没错啊 他们这些黄营的教育呢 已经摧毁了我们乡岛一代的年轻人了 我们不希望呢 他们会继续呢 去荼毒下一代 那说起摧毁呢 刺子大国那些摧毁 我们又要跟进一下啦 是啊 那现在呢 有江湖全民呢 就是国会或者是这个 刺子大国政府呢 是想呢 架空了这个特尼普啊 想呢 踢他下台啊 人家特尼普总统 他在这个最后时期呢 大概还有七日多些的 那但是啊 这七日多些的时候呢 这个奴仔党啊 都顶他不信了 一直呢 都在那里吹呢 你要准备呢 吐低啊 特尼普啊 那他们呢 已经联络了一些公司呢 就已经在社交媒体上 吐低了特尼普了啊 那他现在还在那里吹吹呢 就说 要是呢 就白宫自己 举低特尼普 一是呢 就要通过国会呢 去举低特尼普的 那 那呢 有这两个方案里面呢 第一个方案就是 白宫内部举低特尼普呢 其实呢 就是 有可能的 那这个可能性呢 就是根据 赤子大国的 宪法第25条修正案 那里面的第四款 就是说 如果 特尼普是没有任务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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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尼普是不能够做总统的时候呢 这两个方案呢 其实呢 都比较难搞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呢 目前为止 这个参议院 还是由这个大将党所把持的 如果 如果 奴仔党 要拿到三分二票去弹劾特尼普呢 就有一定的难度的 那所以这两个方案呢 躲杯军就觉得 像是 吹水多过什么 不过呢 又不要这么说 随时呢 可能 特尼普啊 就叫彭斯 喂 你不如 不如 彈劾我啦 彭斯就可以做这个总统 然后就立刻突赦特尼普 哇 这样就搞定了 哎呀 还有啊 其实呢 那一个方案来说 还有是二十一日的申诉期啊 所以呢 其实这个呢 可以说根本是不可能的 因为就算移动了他下台 特尼普都可以二十一日内提出申诉 到时啊 他都下了货啦 好啦 那么 除了这一样东西之外 那就是说了给我们 你看看 动特尼普呢 动到的机会极低啊 那但是呢 特尼普那些支持者 又有另外一种做法啊 是啊 特尼普 我想他应该都不会坐以待毙的啊 那呢 目前啊 最新的消息就说 特尼普呢 他现在身处在这个 德州的首府啊 德州啊 和那些支持者在会面啊 不过呢 就由于这些 赤字大国的传媒呢 全面封杀特尼普啊 特尼普啊 所以特尼普 对着那些 对着他那些 观众 那些支持者 说些什么呢 基本上啊 B官都没找到资料啊 还有啊 就是啊 特尼普的支持者啊 已经是遍地开花了 为什么遍地开花呢 是啊 是啊 就是呢 全美国的各州的首府啊 都有大规模的示威行动啊 不单止呢 是 一直支持特尼普的红州啊 就是 大象党的红州啊 还有就是呢 奴仔党的南州 都出现了这一堆这样的示威啊 不如我们数一数 有哪几个呢 先说红州先啦 那呢 德州和呢 佛罗里 佛罗里 啊 佛罗里亞州呢 就一直都很红的啊 还有肯薩斯州 和乔治亚州 还有奥克拉浩马州呢 都是支持开特尼普的的 那他们呢 都在首府里出现了呢 大规模的示威行动啊 除此之外啊 还有一些 刚刚转蓝的州 比如是 密捷根州 密尼苏达州 啊 科罗拉拉州等等啦 那呢 最精彩的是呢 连一些 南州啊 就是呢 这个 支持开奴仔党 支持登神的州呢 都爆了大规模示威啊 包括就是呢 在这个 黑人也是命的 运动里面的 最大的 暴动地方 华盛顿州的波特南 嗯 还有呢 加州 包括LA 还有啊 波罗拉多州 俄罗 江州 等等等等啊 都有呢 大规模的示威行动啊 说呢 说呢 我们要支持啊 特离谱啊 哎呀 所以呢 A君经常都说啊 今次啊 赤子大 小黄人 你们终于有工作开啦 勾了这么久 砖也没钉过 汽油弹也没钉过 火也没钉过 那现在呢 是你们出手的机会啦 不过 记住 A君说一下 你们千万不要这样做啊 这样做 对所有人都不好的 你们不要开枪 不要钉砖 不要钉 不要钉汽油弹 不要伤到逃人啊 这样会对社会好大影响的啊 是啊 B君呢 都要温馨提示 赤子大国的第二修订案 签法的第二修订案 讲到明的 就是呢 有民兵啊 赤子大国的民兵 是有 擁有枪支的权力 目的就是 要在紧急的时候 捍衛民主的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濫用这个权力 好大惡啊 好危险啊 咦 还有啊 现在呢 这个离谱呢 大家都怕他们那些支持者 会去到 混习这个 首都 华盛顿 那呢 已经据问 已经有6200名 军人 进驻了 华盛顿首都了 他们说是保卫这个 华盛顿首都 哦 入食军队 已经入城了 已经 昨天呢 我们做的节目呢 就已经说了 16、17号 特离谱的支持者 八大派 将会有活动搞 大江湖传说 除了16、17号之外 现在 还有个additional 的预兴节目 就是19、20号 一样做事啊 哇 到时啊 真的很大件事啊 我真的不想见到血流成河的啊 是啊 军队入城啊 准备逃习 不是不是 他们不会逃习啊 不是不是不是 总之 我们买花生吃了 不过这样 就算你们不开板板 小心点啊 你们出来做游行 出来搞活动的时候 没戴口罩啊 我好怕你们中肺炎 大家知道,廁紙大哥,現在有二千多萬人出事 第二個二千萬人,只用了五十四天就完成了 這次第三個二千萬人,A軍估計也是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簡單說句,到了一月底,可能已經有三千萬人 而再廁紙,可能第四個一千萬人,將會在二月中到尾就完成了 到時,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他們現在每天有超過二十萬人打針 打針就不知道多少時間打完 所以就真是... 慈喲大國,Good luck 不過呢,我就有一件事要保留 你Good luck對全世界未必是Good luck 尤其是對著我們中央市場 為甚麼? 喂,你特離譜,都已經是認了衰的 為甚麼還要讓肥貝奧搞這麼多事情 一月九日的時候,肥貝奧竟然宣佈 撤銷這個赤子大國和空心菜單的官員 接觸所有的自切限制 這些自制限制的限制 他還要說到這樣做 是不再實行一些討好中共的單邊措施 簡單說句,以前限制哪些官員 不能去空心菜單等等的事情 現在,赤子大國和你一筆勾銷,準備做事 當然了,肥貝奧竟然對著你 這個台灣省空心菜單的外交部 當然是抹鼻歡迎 那些人馬上說 這樣是令到這個空心菜單和這個肥貝奧 有堅實的夥伴關係 哇,這件事出來之後 我們中央市場就開始連環爆發了 我們環球時報就標題就是 肥貝奧或者令到空心菜單都局 去到日子到計時 即是快要爆發 他還比喻到今次肥貝奧的做法 簡直是向和平世界摘下一個原子彈 假設如果肥貝奧真的夠僵 在任期結束之前 去到空心菜單 中央市場還說明 到時會考慮 會找解放軍的戰機 在這個空心菜單上 一天游 哇,這真是非常激烈 昨天我們又說到 肥貝奧會派這傢伙過來 去加強這件事 所以左計右計 發現真是人之將死 其然跟戰 這次肥貝奧到底因什麼事 要搞這件事 江湖傳說 有幾件事 第一 就是希望特尼普 可以做到這個戰時總統 為他最後翻盤 第二件事 為將來特尼普再上來 曝光 第三件事 就是被招皮燈神去踩 讓他不知道怎麼辦 鬆的時候 又被人說你虧 緊的時候 就不知道怎麼做 准退失據那隻 好了,阿B君你怎麼看這一件事 那麼,鐵子大國 應該就不單止 是肥貝奧在搞事 其實他們在 無論你是奴仔黨還是大象黨 他們都是有一個共識 是想搞這個通心賽黨的 那你見到呢 對上一次呢 例如說要搞制裁鄉島的時候呢 是兩黨一起傳票通過去制裁鄉島的 所以他會見到呢 無論是奴仔黨還是大象黨 他們那個 深層國呢 已經是拍了板 要對中央市場 所以呢 哪一個人 都不覺得呢 換了燈神 會對中央市場有什麼好處 反而是呢 現在阿肥貝奧在做的事呢 將來燈神在外交上就說 哎呀這些事呢 其實是阿肥貝奧搞的 不關我事的 不過呢 我又不是一個呢 要撤離這些制裁 這些行動呢 我又很難做得到 那就這樣做了 所以呢 所以呢 肥貝奧其實呢 現在是在做醜癮 做著所有燈神想做的事先 由我這樣看 嗯 所以呢 今次 刺子大閣 人之將死 其然 跟戰 今次我們都要小心防範 接下來 在突離譜臨下台之前 無論是刺子大閣 以至這個空心賽檔兩邊 都要緊緊地看著 所以大家 記得收聽 我們講理台 好啦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是